由企业等民间团体共同举办的公益车聚继关怀儿童活动 今天在台南一中热闹举行 号召南北车友车聚为南台湾九所育幼院募集经费与资源 前总统马英九夫人周美清也到现场参与活动 微臣发现最近龙公附近来了很多流浪 苹果剧团表演的龙公奇缘 来自南台湾九所育幼院的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前总统马英九夫人周美清也到场 为这场公益活动加油打气 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活动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能够就是呼吁大家 能够来关怀儿童 陪伴儿童 最主要帮助的是嘉义台南高雄有九所育幼院童 那我们也希望在儿童剧团让很多其他的小朋友 来参与的时候让他们感受到说 其实他们是很幸福的 台南一中绿色草皮上的大型龙猫皮卡丘 吸引了许多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拍照 虽然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 但交不起卡通明星波利安保的魅力 依然受到大小朋友喜爱 有一句话说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就如何 今天我们是一个付出爱心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就会带给参与的每一个人 有一份爱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感觉 由企业发起公益车聚活动 取名让爱蔓延 希望让更多的车队和民众能一起参与关怀儿童 把爱扩散 让社会更加祥和美好 新唐人两海电视使劲望张津洲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ous 谢谢大家